第1383章 听我的 普通军团和特殊军团差别真大 横行魔神回忆之前看到的大量宝物清单和军功换取要求 许多特殊兵器机械 珍贵宝物 强大传承 普通军团有军功也无法换取 有些即使能换取 付出的代价也比特殊军团大得多 可我在普通军团都只是中等 要进特殊军团 横行魔神晃动着脑袋 他可不想死 管他呢 这禁知世界只是寻找机遇之地 以后我还是要回宇宙海的 毕竟三个轮回时代不闯过轮回 我可就要陨落了 横行魔神暗道 笨 现在最要紧的是将这攻击至强至宝套装 迅速参悟 提高实力 一旦参悟 我在普通军团内都能算顶尖了 他这次换取了至强至宝宫殿 攻击至强至宝套装 后面的套装是最贵的 也蕴含着极强的秘法 一旦参悟 对突破也有帮助 或许有一天就能达到真神极限 对 我得多累积点军功 多弄点至强至宝 而后回到宇宙海 再和其他强者换至强至宝 横行魔神眼睛一亮 宇宙海中的至强至宝 价值不一 有些是真神级 有些恐怕是虚空真神级 而后我再拿到禁止世界交换 哈哈 不过我得抓紧机会 时间拖得越长 知道这秘密的也会越多 走 我们回营地 横行魔神和另外一头异兽军士 彼此谈笑着离开了军备点大殿 九燕泽是一片无比广阔的大泽 这里盘踞了无数的异兽强者 是一非常强大的异兽势力 九燕泽最外围 呼 凭空出现了一艘黑色战船 黑色战船正躲在这片大泽外围地带的茂盛杂草中 战船舱门开启 一道道身影飞出 随即战船消失 我们已经抵达九燕泽 酷发声音清脆 扫尸周围 一个个军事都很警惕小心 银河和雾河 我们就在这分开吧 祝你们俩好运 酷发这群 军事都看向罗锋 雾河 不少军事都开口祝福 谢谢 罗锋和雾河都说 这次小队的三个团体中 他们两个最有好感的 就是酷发这一团体了 只是这次灾难级任务 对方不带自己也正常 我们走 罗锋 雾河迅速化作流光 悄然在杂草中飞离远去 酷发等一群军事 目送罗锋他们离去 两个新兵已离去 我们该开始行动了 酷发扫尸周围 云雾缭绕 吼声音音 罗锋和雾河这两个可怜的家伙 正在九燕泽的最外围 小心翼翼地躲在一片草丛中 像我在北珍海 横冲直撞 谁敢惹我 可来到这九燕泽 却得这样 雾河嘀吼不甘道 好了 我们至少得活着度过这项任务 不完成军队派发的任务 你父也就不了你 罗锋道 雾河点了点大脑袋 随即问道 那银河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完成一万军功 九燕泽内异兽太多 一旦厮杀 肯定被发现 以我们的实力 两个联手都杀不死一头 真神异兽的 更别说我们加起来 要杀两名真神 罗锋皱眉 杀真神 自己全力爆发 是可以做到杀死一个真神的 只是需要耗费很久 九燕泽这样的环境 绝对不会让自己 肆意攻击真神那么久的 银河 你有办法没有 误喝焦急 急什么 罗锋低喝道 我们的任务时间 是在下次任务前 便是静一纪远 这么长的时间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 慢慢寻找机会 悟喝松了一口气 对 时间挺长 可 可我想不到办法 悟喝 罗锋看向悟喝 此次任务 你若是听我的 我们一起行动 若是不听我的 那我们就只能 各自单独行动 问 悟喝眼睛一亮 银河 你有办法 只要你有办法 你让我干嘛就钱嘛 当然送死 我不干 办法是想出来的 罗锋低沉道 现在我们得弄清楚 九燕泽外围情况 弄清楚情况 才能根据形式寻找机会 若是连情况都没弄清 傻乎乎制定计划 那才愚蠢 悟喝连连点头 走 罗锋喝道 罗锋带着悟喝 开始悄悄在九燕泽最外围 开始探查了解 一切都得和实际结合 来寻找机会 转眼已是半年过去 哗哗 狂风吹 杂草倾倒 在杂草中 正有着两个变得很是微小的身影 宛如蚂蚁 在杂草丛中朝外看去 只见外面遥远处 正有数十道身影发生着混战 炫玉山的杂碎 你们上次战败 现在还敢杀到我们这 上 杀了炫玉山的杂碎们 一头通体满是灵甲 有着四体爪 长长的脖梗 以及三角头颅的异兽 嘶吼咆哮着 旁边还有柱 和他一模一样的 足足十二头异兽 吼 杂碎 炫玉山的杂碎们 杀死他们 这群异兽咆哮着 和那些拿着兵器的 一名名魁梧战士交战 那些魁梧战士类人行 各个疯狂无比 手持兵器 咆哮着 上次是你们九燕泽战败 我们炫玉山可是大胜 兄弟们 杀死这群异兽 杀 这群超过二十名的 部落战士 咆哮着冲杀过去 一个个野蛮万分 迅猛无比 和一头头异兽 厮杀起来 一时间周围空间震颤 厮杀疯狂 部落战士是数量占优 而异兽势力 是神体占优 银河 他们在彼此厮杀 勿赫仔细盯住看 同时传音道 而且他们都没 真神级战甲护体 又杀得这么疯狂 神体消耗很快的 估计要不了多久 就有死掉的 我们可以等 然后最后去夺取 那些遗留下来的兵器 算我们的军功 这次任务 杀真神 是以真神尸体证明 杀法则之主 则以兵器证明 且军队之后 会和九燕则确认 所以只要拿了兵器 而这些异兽 又的确死了 完全可以拿来当军功 别急 罗锋咒媒传音鹤道 我们都在九燕则周围 查看了那么久了 一点军功都没弄到呢 勿赫交集道 急什么 我问你 我们在九燕则外围 探查这么久 一共发现了三次战斗 罗锋传音道 九燕则何等广阔 我们才探寻多少点地方 就发现三处战斗 那么整个九燕则外围 得有多少这种战斗 勿赫一正 得有上万 银河 勿赫大惊小怪 看向罗锋 他立即意识到 不正常之处了 而且你也应该发现了 他们厮杀 可是九燕则其他的异兽 绝对能感应到波动啊 却没有来插手帮忙 罗锋传音道 之前看到的两次战斗就罢了 我没听到其他 但这次却听到了炫玉山 这炫玉山是什么势力 炫玉山 勿赫连道 炫玉山 是离九燕则很近的另外一股强大势力 和九燕则相差无比 九燕则是三位虚空真神统领的异兽势力 而炫玉山则是四位虚空真神统领的部落联盟 不过这两大势力 因为太过庞大 所以很少厮杀 毕竟一旦掀起战争 都很惨烈 罗锋点点头 脑海中略过诸多念头 若是平常两大势力不战争 会有这么多部落战士和异兽厮吗 罗锋问 不会 勿赫连道 二者都不战争 那么会约束麾下战士 防止挑起双边战争 罗锋笑了 可现在 我们接连碰到三次战斗 就说明 炫玉山和九燕则此刻正处于战争时期 可能是暂时停歇期间 这些法则之主战士 才会彼此厮杀 你的意思是 勿赫道 既然炫玉山和九燕则斗 罗锋道 那我们就想办法 让双方真神厮杀起来 而后收走尸体 真神厮杀 勿赫摇头 不可能 挑动大群的真神厮杀很难 可是 挑动个别的真神厮杀 还是有可能的 罗锋眼睛放光 他脑海中已经有了计划 听我的 跟我来 罗锋和 勿赫立刻 悄然在草丛中离去 第1384章 一念虚空 九燕则边缘地带 异常常小规模的 法则之主层次的厮杀 在爆发中 双方都没有派出 真神插手 对两大势力而言 在真正大决战前 挥下法则之主的 一些小规模厮杀 也是对 法则之主的磨练 对九燕则 炫玉山而言 真神才是真正的 中间战力 杀 杀 一个个魁梧雄伟的大汉 脚步令大地震颤 疯狂朝那一头头 异兽冲去 那些大汉 放在宇宙海 便都是一个族群的支柱 那些异兽 任何一头放在宇宙海 都媲美兽神 也唯有静之世界 这样的神奇地方 空间才能稳定到 轻易承受这一次的交战 若是在原始宇宙 宇宙海 早就空间破碎了 砰 异兽翻滚 撕声咬去 獠牙发出森冷的光芒 手臂挥动呼喝着 大幅披落 这一片区域 双方杀得疯狂无比 撤退 盟主有令 立即撤退 盟主有令 立即撤退 炫玉山一方的部落战士们 他们领头的三位战士 随身携带的传讯令牌中 有讯息传来 这使得原本很疯狂的 部落战士们 立刻开始转变了 兄弟们 盟主有令 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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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下令 这一大群部落战士 且战且退 而后迅速钻入一艘战船中 迅速飞离远去 只留下那一群 追之不及的异兽们 咆哮怒吼 撤退 盟主有令 撤退 撤退 盟主有令 撤退 几乎同一刻 在整个九燕泽边缘地带 大量的或者正在厮杀的部落战士队伍 或者是正隐匿着还未曾动手的部落战士队伍 进阶得到命令 这些队伍一个个立即开始悄然后退 迅速离开九燕泽范围 怪了 悄悄隐匿前进的罗锋突然停下 怎么旋御山的强者 一个找不到了 银河 银河 我们怎么一个旋御山部落联盟的强者都看不到 这样一来 你的计划怎么实施 怎么挑拨 悟赫焦急询问 罗锋轻轻摇头 自己也不知道 按照推测 像这种大量的小规模冲突 炫玉山一方最起码派出了百万网上的法则之主过来 如此一来 绝对不可能让这么多法则之主在这冒险 肯定暗中有真神在守护住 防止特殊情况发生 罗锋就是想要找到炫玉山一方的真神 别说真神了 连个法则之主都找不到 悟赫很焦急无奈 这么下去 我们什么时候能完成军队派发的任务 一万军功呢 别废话 罗锋也烦 之前还常见的炫玉山势力 显然全部消失 这让罗锋也烦恼 若是炫玉山真的完全退去 不再掺和 那么想要御棒相争 渔翁得利就不可能了 怎么不战了 之前我们接连发现了六处炫玉山和九燕泽交战 怎么突然找不到了 十余道身影隐匿在草丛中 为首的正是有着弯角的魁梧巨汉 正是队长他们一批 他们之前遇到六处混战 带的混战到最后凑准机会 下死手去争夺 甚至他们伪装成炫玉山一方势力 去杀九燕泽法则之主 反正炫玉山是超级部落联盟 太过庞大 法则之主数量何其多 即便是炫玉山内部 有些法则之主 也没见过其他一些法则之主 九燕泽的异兽们 更不可能辨认出 他们是否是部落联盟的 一看 累人行 那就是部落势力 杀 队长 怎么办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还继续伪装成炫玉山的部落战士 去杀九燕泽异兽们 其他军事们都看向队长 等队长拿主意 队长巨大弯脚下的灰色双眼 彷復没丝毫情感起伏 低沉道 不 我们接连没发现 炫玉山法则之主 或许 炫玉山的法则之主 开始撤退了 如果这时候我们冒充 九燕泽组织大局的 他们会发现 之前正有祝国万的冲突 却突然冲突进阶消失 只剩下一处依旧有冲突 他们恐怕会怀疑 乃至派出一队真神来 到时候我们逃都逃不掉 一个个军事点头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一个个军事看住队长 等 队长低沉道 炫玉山和九燕泽 斗得这么厉害 即便停战 也该持续有些小规模冲突 反而这种冲突 进阶消失 更加诡异 距离九燕泽约有 数千光年外的一片 荒原上空 一道道雄伟的身影悬浮在半空中 他们一个个气息 无比强横 遥遥看去 足有数千名之多 偶尔还有着一名名 真神飞来加入 而此刻在他们后方 正有着大量的小队 不断集结 正是一支支 法则之主队伍 法则之主战士 更是密密麻麻 遍布上空 盟主 所有去魔力的队伍 进阶归来 所有真神 也进阶归来 在整个强者队伍前 正有着三道身影 整个炫玉山 共有四大部落 炫玉山也是部落联盟 每个部落的组长 也正是虚空真神存在 而这三道身影 各个散发着无穷的威能 整个队伍周围所在的虚空 都宛如凝固 和外界完全隔离 这一片虚空的主人 便是那三道身影的中间一位 九燕泽对我炫玉山 诸多挑衅 冰冷珠蕴含着 无尽愤怒的声音 响彻整个虚空 上次竟然敢攻到 我们炫玉山 要让他们知道 炫玉山 不是他们九燕泽 有资格挑衅的 我们要做的 就是用死亡 来惩罚九燕泽 惩罚九燕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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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顿时怒吼笑声一片 所有战士们 充满无尽斗志 出发 岩石般的面孔的盟主 直接下令 轰 这么一大批海量的部落战士 凭空消失在这一片虚空中 九燕泽外围一带 罗峰和惡赫都在草丛中 都在想办法 现在一个 炫玉山势力的战士 都找不到 之前计划只能作废 难道得用深入虎穴之法 罗峰暗道 深入虎穴 也是罗峰迫不得已的一个办法 须知他在禁止世界 除了地球人本尊外 还带着金角巨兽来 而金角巨兽在禁止世界 绝对是属于异兽的 完全可以让金角巨兽 当成一个游历的异兽 进入九燕泽 若是游历的部落战士 自然不敢进九燕泽 可游历的异兽 却是敢的 等进了九燕泽 而后找机会 相信九燕泽一段时间内 也会派遣队伍去加入军队 到时候自己混在队伍内 自己一名法则之主 队伍是不会警惕的 希望那队伍仅仅只有一名真神带领 等队伍距离九燕泽够远了 自己突下毒手 干掉真神 轻易完成任务 可是这深入虎穴办法 有诸多问题 一 不知道会有多少宇宙之主 去加入军队 若是多 那些宇宙之主将会是大威胁 二 也不知九燕泽派几个真神护送 毕竟九燕泽要比干野部落强大得多 隐幼 幼稚出动 昏入 还是辛苦逐渐的猎杀法则之主 耗费尽一个纪元 凑足一万之数 罗锋反恼注 这些办法都有成功可能性 可都有极大危险 唯有欲棒相争这一招 剑效最快 只要九燕泽的一名真神死了 自己立刻抢尸体 抢了就跑 屏幕灵之周能耐 自然能迅速逃掉 嗯 正当罗锋反恼时 忽然心有所感 当即抬头看去 只见遥远处的九燕泽上空 忽然黑压压的一片 只见一尊尊威压的身影 那些高大的身影 都是以万公里计 一眼看去 须知人一上万 便撑得上人山人海 而这些部落战士 各个体型犹如威鹅大山 这百万计的浩浩荡荡部落战士 在天空中 自然是犹如无尽黑云 遮盖天空 啊 罗锋瞪大眼睛 他从未见过这么震撼的一幕 大战 旁边的雾鹤头颅猛的升起 眼眸中也满是惊喜激动 大战 是大战 是炫玉山和九燕泽的大战 真正的大决战 不是之前的小规模交战 哈哈哈哈 太激动了 我在北真海 从出生到如今 只是见过一次大规模决战 我北真海太强了 周围没什么实力敢挑衅 哇 太痛快了 那最前面的三位 肯定是虚空真神 虚空真神参战啊 真是大决战啊 轰 轰 轰 天地变色 时空变幻 一瞬间 整个九燕泽范围 而在九燕泽外围一带的罗锋 雾鹤 以及隐匿在另外一处的队长团体 酷法团体 鱼罗团体 自然也完全笼罩其中 整个九燕泽 瞬间最外围区域变成了一片模模糊糊的虚空 九燕泽的上空 四周 无尽大泽的下方 境界都是模糊的虚空 庞复 整个九燕泽 一瞬间被切割了出来 被隔离了出来 意念 虚空城 罗锋难难道 虚空真神 早听说虚空真神的可怕 每一个虚空真神 在净之世界都是一方霸主 若是在宇宙海 则可以超脱轮回 成立一圣地宇宙 让自己族群永久不坠 第1385章分裂 自从进入净之世界 对于在真神之上的虚空真神 罗锋自然是格外好奇 想方设法 知道更多讯息 结合自己所得 段东和一脉传承 有关真神的无比详细讯息 和在进入世界和北风 雾鹤等聊天之小的讯息结合来看 真神 拥有自己的小型宇宙 言出法随 不过真神的言出法随 仅是在宇宙海 原始宇宙能做到 可在进入世界却做不到 因为所谓的言出法随 纯粹是原始宇宙本源意志 对真神的一种尊重 所以暂时退却 将一片区域由真神操控 真神这才做到言出法随 但一旦原始宇宙本源意志 不再退却 例如真神和宇宙之主厮杀时 本源意志站在宇宙之主这一边 那真神就做不到言出法随了 很显然 言出法随 并非真神真的感悟了 某些法则后领悟的能力 而仅仅是一种赐予 就好比分身之能等众多天赋秘法一样 都是原始宇宙赐予的 一旦原始宇宙收回赐予 那么他们就完全不会了 可从真神到虚空真神 却是一个巨大的跨越 一旦成了虚空真神 那是对整个宇宙 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根据法则感悟 最终真正的绝对掌控一片虚空 这并非赐予 而是绝对的掌控 即便是原始宇宙本源意志 也无法剥夺这种 自己领悟而掌控的能力 虚空真神 一念便虚空成 在一片广阔虚空内 便能发挥出无比可怕的战力 真神无法及由 言出法随屠露宇宙之主 可虚空真神 却能靠一念虚空 来肆意屠露真神 宇宙之主 这就是本源意志赐予 和自己领悟掌控的区别所在 单单凭极一念虚空的威能 任何一个虚空真神 在尽知世界中 都能成为一方霸主 整个九燕泽 和外界完全隔离 在九燕泽的四面八方 竟皆有虚空环绕 炫玉山的蠢货 竟敢犯我九燕泽 一到月儿 宛如叮咚泉水 好像直接进入心灵的声音 直接响彻在整个九燕泽范围 一时间 九燕泽周围笼罩的虚空 隐隐未能递增了一层次 好像不同的两大虚空 在彼此争夺控制权 轰隆隆 大批威厄猙獰的身影 忽然从九燕泽遥远深处冲出 一头头异兽真神 咆哮着嘶吼住 在数千头异兽真神的最前方 更是有着三道更加庞大的身影 其中中央的那一位 更是有着碧绿色的灵甲 宛如章鱼般的多触角身体 且有着足足九个头颅 进阶都是美丽的 动人心魄的面孔 他 就是九燕 传说中一直统治九燕泽的古老可怕存在 九燕泽 以九燕致命命 花花 伴随着九燕泽中 最核心的一群真神 在三位虚空真神率领下杀出后 紧跟着便是浩浩荡荡的法则之主们 一个个也迅速冲到高空中 茂盛的杂草丛中 罗锋和悟喝都小心翼翼仰头 看住高空中这两批超级大军的对峙 九燕 可是很强大的虚空真神 悟喝传音精叹道 九燕泽 九因他而出名 就算我的父亲 北真海主人也曾感叹九燕的厉害 只是他脾气怪异 很难伺候 所以真正强大的虚空真神 是不愿和他一起的 可九燕泽 也有三位虚空真神 罗锋传音道 那是因为 悟喝古怪笑道 九燕泽的另外两个虚空真神 被仇家追杀的无处可逃 脱逼在九燕这而已 按照我父亲的意思 那两个虚空真神 我父亲一遍能灭杀 罗锋吃了一惊 虚空真神彼此之间 差距也这么大 也对 自己是宇宙之主 现在都有把握 耗费较长时间灭杀一名真神了 至于对付同层次的宇宙之主 完全爆发下 完全能做到一招击杀 那么虚空真神同层次交战 即便没自己领先的这么离谱 可做到绝对压制 应该还是没问题的 悟喝 我知晓得所有超大部落势力 超大异兽势力 最多是虚空真神坐镇 没听过比虚空真神更强的 罗锋传音问道 有更强的吗 虽不清楚 真神之上的一个层次的划分 可是段东和一脉传承中 曾有记载说 法则之路的终极便是要掌控混沌法则 而混沌法则却并非终点 像段东和一脉的三代祖师 便是凌驾于混沌法则之上的 而虚空真神 毫无疑问 连混沌法则都还未掌控 不落势力 逆受势力 再强的势力 也就是虚空真神坐镇 悟喝理所当然道 至于更强的 他露出期盼之色 有 罗锋顿时仔细聆听 悟喝缓缓道 那便是整个东军的最高领袖 东军的将军 将军 罗锋眼睛一亮 整个禁之世界 军队最强 军队根据地域 分东东军 北军 南军 西军 而统领四大军队的四位将军 便是禁之世界最高存在 据传 他们已经超过了虚空真神 达到了另一个更高的层次 悟喝满眼蜥蜴 什么层次 罗锋追问 不知道 悟喝遗憾摇头 我父也没告诉我 罗锋疑惑 用着眼神看我干嘛 悟喝恼怒 真的想知道 你去军队中 用军功换取详细资料 自然有记载 悟喝很不满 因为他虽是北真海主人的孩子 可实际上是北真海主人 众多子女中最弱的一个 也不受他父亲重视 当罗锋和悟喝 在杂草丛中 彼此一边传音谈论 一边抬头观看时 高空中的九燕泽一方 和炫玉山一方 在双方的最高领袖 谈了片刻后 终于谈崩了 九燕 你也太嚣张了 你肯骨头 一点汤汁都不肯留啊 真以为我们炫玉山四大虚空 真神还对付不了你一个 想喝汤汁 你们投靠我 做我的手下 我高兴自会赏你 啊 找死啊 炫玉山的所有战士们 狠狠惩罚这些可恶的 九燕泽砸碎吧 伴随着愤怒的咆哮 高空中两大阵营 顿时开始大 混战了起来 所谓兵对兵 将对将 两大阵营 都在迅速朝对方呼啸冲去 罗锋抬头看天 只感觉 两片笼罩半边天地的巨大乌云 彼此迅速撞击融合在一起 开始了 误喝激动万分 开始了 罗锋也屏息 战局千变万化 很难说哪一方赢 虽说虚空真神对大局影响大 可底层战士影响更大 因为量达到一定程度 完全能弥补之的差距 法则之主 比真神弱 可上万的法则之主施展联合之法 联合轰杀 任何一个真神都得狼狈而逃 真神比虚空真神弱 上千真神 照样和虚空真神拼杀 如果再有机械流宝物 如揪修 百名真神即可操控 完全令百名真神 能发挥数千名乃至万名真神正常联合的战力 且防御更高更灵活 百名真神操控揪修 完全能匹敌像九焰等极强的虚空真神 而附庸九焰的一些较弱的虚空真神 甚至可能被灭杀 所以 在真正的超级大决战中 一旦配备机械流宝物 像真神等等 是能发挥极大作用的 如需要至少百万个真神联合操控的静罗天地 更是一次轰击 即可灭杀一群虚空真神 当然 静之世界 都是伟大神王陛下统治的 所以静之世界内部 是静止使用一些群体性机械流宝物的 别谈静罗天地 连百名真神联合操控的揪修都没有任何一个部落势力 亦受势力拥有 杀 杀 杀 昏天暗地 一片乱战 两大超级势力的碰撞 陨落最快的便是大量的法则之主 战士宇宙之主 一时间高空中大量神体消耗 一些可怕集体性攻击面前 有些法则之主甚至直接被扫荡杀死 兵器铠甲坠落 兵器 铠甲 看住遥远处的一名名法则之主陨落 一件件兵器铠甲坠落 也引起了悟合的激动 这都是军功啊 悟合双眸赤热激动 看住远处坠落的一件件兵器铠甲 连看向罗锋 传音连道 银河 赶紧啊 这些兵器铠甲都不是什么宝贝 那些战士们除了极少部分收取外 其他没太关注 我们完全可以弄到大量的兵器铠甲 说不定就能凑到一万份 那军队任务可就完成了 我们也能逃过这一死局了 军队任务 凭证一是真神尸体 一是法则之主的兵器 验证 只要是法则之主真死了 那么即便不是悟合所杀 可只要悟合得到兵器 那么依旧能算军功 显然这种制度 暗中也是在鼓励自相残杀 参战的九燕泽一方的法则之主 也就刚过千万 单单你一个要搜集上万份兵器铠甲 太不现实 罗锋摇头 要搜集便是搜集真神尸体 一举攻城 你 你 你 勿赫大吉 又看着远处坠落的兵器 铠甲 银河 你 勿赫又急又怒 怒到 你以为你多强 每个真神都是各大势力的重要强者 一旦真神陨落 会有专门真神收回尸体 根本不会给你机会 正面厮杀 这种两大势力的大战中 你还敢掺和到真神级交战中 那是找死 第1386章真神级战场 罗锋轻轻摇头 你个蠢货 勿赫真急了 他是当初进军队筛选时 见罗锋能击败他 且新兵就他们俩 所以才跟住罗锋 而且按照他的经验 暂时示弱跟住罗锋 遇到危险以他的一些保命底牌 也是罗锋先死 只是没想到罗锋这么疯狂 他可不敢继续跟住罗锋疯狂下去了 这么玩下去 罗锋要死 可他勿赫恐怕在真神级混战中 也逃不掉 勿赫传音怒喝道 你根本不懂灾难级任务 意味住什么 既然这样 那你拼你的 我拼我的 不陪你了 秀 勿赫当即悄然迅速离去 迅速朝混战战场靠近过去 罗锋看住勿赫离去 悄然叹息 加入军队后 唯一的伙伴也这么离开了 他也从未真正信任过我 罗锋摇摇头 依旧在杂草丛中 默默观看着高空中的大混战 观看了许久后 这才开始悄然行动 整个九燕泽 有三大战场 分别是数量最多 最混乱的法则之主战场 共超过万名真神的真神级战场 以及六大虚空真神的虚空战场 其中法则之主战场 所战范围最大 且很分散 天空 沼泽 沼泽深处 都有法则之主在厮杀 真神们虽说也是天空 沼泽进阶有战斗 可却很是聚集 主要是在九燕泽的紫藤泽一带 毕竟他们数量不算太多 紫藤泽一带区域足够他们厮杀了 而这一带 那些法则之主们也是不约而同都避开 不敢靠近 毕竟真神混战 一旦被波及 很容易丧命 真神级战场 罗锋一路悄悄前进 速度无比迅猛 朝真神级战场赶去 然而路途中却也遭遇了三次厮杀 都是九燕泽一方的法则之主们 看到罗锋 一眼认定 罗锋就是炫玉山的部落战士 那三次厮杀 罗锋只想尽早抵达真神级战场 懒得欺负法则之主 可对方硬是朝刀口上撞 罗锋也没办法 这三次厮杀 罗锋无心的情况下 都杀了一名法则之主 耗费许久 罗锋站在一片沼泽上 遥看远方 就在那 罗锋悄悄看住 远处沼泽上 有着茂盛的大量紫色藤草 这里便是九燕泽中的紫藤 沼泽区域 只见这一片区域的上空 正有着大量的异兽真神 部落真神彼此交错厮杀 甚至还有着不少真神 从震荡的沼泽中冲出 显然在沼泽下方也有混战 看来他们也不想死的太多 罗锋观看着 他们双方的真神 都是彼此混合住厮杀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这样一来 便不会出现集体性的大规模攻击 这种一对一 或二对一的厮杀 许久才会有一个陨落 而若是集体性攻击 一次扫荡便要陨落数个 双方不约而同 都是冲到对方阵营内 彼此混战 毕竟真神不同于法则之主 真神的数量更少 任何一个超级势力 都舍不得大肆浪费真神强者 尸体 罗锋期盼看住 他现在就等真神级尸体出现 当罗锋躲在离真神级战场不远处 悄悄等待时机降临 在真神级战场的另一处外围较远区域 同样隐匿住一对法则之主 队长 太厉害了 真神级战场那般可怕 队长竟然轻轻松松就夺得一具真神尸体 厉害 队队长 似乎很简单一样 如果是我 肯定活不过来 十八名法则之主正隐匿在远处砸草丛中 正是此次蟒合军派出小队中的队长 他们一批军士 其他军士正吹捧住队长 就在刚才前不久 队长便展露了实力无比惊险地 夺得了一尊九燕泽一方的真神尸体 这吹捧起来 一是他们真的佩服 队长的确强大 二则是希望队长多去抢几具真神尸体 帮他们也能完成军功 好了 听着吹捧 很是享受的队长终于传音喝道 其他军士或许不清楚 但队长却很清楚 刚才是何等的惊险 可一不可二 队长目光一扫 直接毁掉了这些军士的一些希望 之前真神级战场上 那些法则之主没一个敢靠近 我突然出现夺取一具尸体 出乎他们所料 他们毫无准备 而后我才能迅速逃走 即便如此 我也受到了一次攻击 如果我跑得慢点 被几个真神为上 队长说着摇头 他经历太多任务了 一次次军任务 甚至轮回任务 他都熬过来过 很清楚 关键时刻 该下手则下手 就该拼一把 他带着这群军士 可好歹先弄到一尊尸体到手 自己能够完成这项任务 之后再慢慢帮其他军士不迟 队长 一个个看向队长 我也不会不帮你们 队长传音道 若是不帮 此刻便直接离开了 等吧 等机会到了 你们一切听我安排 我自会竭力帮诸位 队长 只管下令 我们定当遵从 一个个军士嘴上说着 心中却担心住 不管怎样 队长本身 已有一尊真神尸体 军功已够 可他们其他军士 却足足有十七位 也就是需要 九燕泽一方 足足十七位 真神一手尸体 弄十七具真神尸体 一个个军士担心 之前队长看起来也轻松 只要做到出其不意 迅速无比地夺得尸体 而后立即逃窜 即便是我 也可能成功 那些军士中 有些之前感觉队长挺轻松 觉得自己上或许冒险 却有可能成功 真到了后期 也没得到尸体 那逼急了 也这么干 队长扫尸一眼 皱眉传音喝道 记住 可一不可二 第一次大意 第二次肯定警惕 那些真神没抓住我 可不会再让我得手 你们切不可冒险 若是谁冒险 我立刻便离开这战场 是 我们自不会乱来 一个个连应道 队长他们这一批军士 在很有耐心等待机会 罗锋也在等 只是他不知道 队长等一群军士 也在这一区域周围 毕竟队长太有经验了 做计划 决定等等更加浅脆 比罗锋更早到 更早弄到一尊真神尸体 一念虚空 整个九燕泽 进阶是虚空笼罩范围 在这一范围内 任何领域类质保等等 进阶无效 就算是无语义还在 对时空的控制 怕也无效 罗锋明白这一点 在这战场上 只有虚空真神 能掌控全局 其他真神 法则之主 只能靠眼睛观看 神力感应 只能靠眼睛看 和神力感应 罗锋也仔细盯住看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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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宛如天崩地裂 真神战场上 一片混乱 远处的罗锋 是仔细观察每一处 等待时机出现 砰 一道猙獰的身躯 从泥泥的沼泽中 被轰了出来 道飞柱翻滚了出来 他庞大的身躯滚动住 似乎陷入无意识状态 紧跟着一道闪电般的 部落真神身影 从沼泽中冲出 手持着一柄奇异的石棍 石棍的一头极尖锐 他高举着石棍 随着那抛飞翻滚的 异兽身体 直接猛的一插 噗 石棍尖锐端 直接刺在异兽身体的头颅处 这一次 直接将那翻滚的异兽尸体 给刺得压到那沼泽当中 庞大的异兽尸体轰然砸落 令水花似箭 那石棍刺在异兽真神的头颅 一股股可怕波动 在石棍上迸发 而 伴随着一痛苦的叫声 那头真神异兽 终于垂下脑袋 一动不动啊 哈哈 那名部落真神 顿时张狂肆意笑住 轰 几乎三道异兽身影 同时扫荡过来 只能欺负 没真神机战甲护体的小家伙 该死 炫玉山部落的砸碎 三名异兽真神护笑住冲来 令那名部落真神 根本不敢应对 当下就逃 所谓柿子减软的捏 这大量的真神异兽 和部落真神中 过半都未曾加入过军队 所以没有真神机战甲 的确有不少 像当初横行魔神刚降临时 遇到的那头真神异兽 便没真神机战甲护体 遥远处 真神尸体 九燕泽一方的 队长麾下的那群军士们 各个眼馋 别冒险 我说过 别冒险 队长扫尸周围 他的威信和实力 令这群军士们 只能忍住眼馋 毕竟他们自己都没信心 也是想要队长为他们赏 只是队长又不傻 真神级战场远处另一处 罗锋也在盯着看 看住遥远处 那一尊猙獰的尸体 其他真神们的位置 神力也感应着 不断精确地确认每一个位置 此刻 他们混战 即便是到时候阻拦我 根据彼此的距离 最多五名真神来得及 仅仅五名真神而已 没危险 罗锋脑海中浮现了八条前进路线 当即便直接行动了 在朝那逼近的同时 根据那些真神们 彼此混战移动 罗锋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路线 计算着危险 So 即将抵达危险区 现在开始 每一秒都可能被发现 越晚被发现 我讨起来越轻松 罗锋已然冲进了那可怕的 好似天崩地裂般的真神级战场 第1387章 新兵银河 罗锋犹如一粒灰尘大小 在茫茫的紫色藤腕中 却以无比可怕的极限速度在前进 虽说他体积变得很小 可那等速度引起的波动 还是能透过神力感应发现的 轰 过万名真神彼此厮杀 一片昏天暗地 波动混乱 除非是靠近罗锋者 否则这飞行引起的相对很小的波动 根本吸引不了注意 就在那 罗锋迅速朝那真神尸体处飞去 那一亿兽真神尸体 躺在巨大的沼泽中 数十万公里长的尸体 过半都淹没在沼泽之下 部分裸露在外 而当罗锋迅速靠近的同时 离这一兽真神尸体较近的三名真神 正是两名部落真神围攻一名异兽真神 恩 他们三个都锁定住了那相对微小的波动 根据波动 他们瞬间锁定物件 法则之主 他们三个都看到了那微小的如灰尘般大的罗锋身影 之前就有一个法则之主 偷走了我九燕泽强者尸体 这些偷尸体的 肯定是接军队任务的 军队任务很难 可夺我九燕泽强者尸体 更是该死 两部落真神 一亿兽真神 瞬间便霸占 漫长岁月 相邻的两大势力 九燕泽和炫玉山经常厮杀 但这种厮杀 除了为了部分利益外 其实也是为了魔力法则之主 所以除了法则之主们杀得疯狂外 像真神 乃至虚空真神 都很控制 每次交战 都是陷入的真神被杀死 真正经历过军队魔力的真神 却很少有陨落的 大家也有共识 可每个陨落的真神尸体 被偷走去当战利品 却是这群活着的真神们 无法忍受的 轰 轰 轰 三道流光 划过三道耀眼的弧线 直接拦截向罗锋 花 一道宛如彩虹般的三色残影 更是以更快速度 直接轰击像那微小的灰尘般的一点 被发现了 罗锋看了一眼三道飞来的流光 不过仅仅三名真神 不足为奇 砰 三色残影扫荡而来 势必无法再掩饰了 那么 也不必再掩饰 轰 罗锋神体猛地暴涨 迅速暴涨到十万公里高 真神级战场的外围不远处 队长为首的一群军士 正时刻警惕观看住真神级战场 他们中很多军士 更多注意力 还是留在那一九焉则一方的真神尸体上 有要去夺尸体的 忽然有军士传音喊道 顿时队长他们各个看去 还真有 队长哈哈笑道 各位 看到了吧 那去夺尸体的还算小心 可瞬间就遭到三位真神阻拦 为何 因为你们队长我之前读过一次尸体 他们警惕了 如果你们去 你们也会遭到三位真神围攻 如果在极短时间内逃不掉 便是五位 七位乃至十位真神围攻 其他军士 特别是准备拼一把的 顿时一阵后怕 看看 是哪个自大的家伙 是酷法 是鱼罗 队长悠闲万分 肯定是鱼罗那个蠢货 顿时有军士道 轰 遥远处那 随着罗锋神体飙升显现 是 是 顿时一个个惊恶看住罗锋的面容 是那个新兵 叫银河的 叫银河的新兵 他 他竟然敢去夺尸体 也敢学队长 一个个错额万分 他死定了 队长冷漠道 队长很清楚 那个新兵银河遇到的情势何等恶劣 即便是他自身 在那等情况下 也必须拿出他最珍贵的机械流宝物 平级机械流宝物 发挥出超长战力 才能逃掉 死定了 看他怎么死 一个个军士盯住看 他们对他们小队的这个新队友 可没一点交情 只见 随着罗锋神体暴涨 双手一手刀柄 一手刀背 直接从侧边挡住了三色光芒 并且还挤住着撞击力 划过一道弧线 以更快速度朝真神尸体冲去 不错的戒力 能从真神攻击下戒力 不愧能进我们满河军的 那些军士都点头彼此传音夸赞 这一戒力 看似简单 可他们也是经历不少魔力 才能掌握的 队长更是点头 这新兵不错 只可惜一来 就遇到灾难级任务 可惜了 那三位真神到了 按照速度 那新兵恐怕都来不及 到那真神尸体边 他们继续看住 远处 随着罗锋冲向真神尸体 三名真神无比愤怒 且自信十足地拦截杀过来 死定了 真可惜 一个个故意在那感叹 真 队长刚开口 庞扶被掐住嗓子 眼睛瞪得滚圆 疑字也发不出 惊恶看住远处 其他所有队员 也各个惊恶看住远处 那里一不可思议的场景 一场可怕震撼的场景发生了 刷 刷 刷 一手持刀 刀如幻影 伸随刀走 一时间整个人也化为了幻影 好丝化作了一柄巨大 而又鬼魅无比的刀影 在三名真神的联合围攻下 这模糊的刀影 飘渺不定 和他们交手碰触数次 便瞬间从他们三大真神的围攻中 迅速窜飞了出去 罗锋修炼超八百万级元 对实力帮助最大的两大收获之一 近战闪躲身法刘金 包括队长在内的18名军士 各个呆滞看住这一幕 这堪称不可思议的一幕 一名法则之主 竟从三名真神围攻下 轻易躲开逃出 即便是经历不知道多少任务 甚至经历过轮回任务的队长而言 他也知道 他不可能从三名真神围攻下 轻易甩脱逃掉 这是何等可怕的近战闪躲变换之能 你们两个 报上名字 说说你们擅长的 我 悟喝 我擅长 我擅长 哦 我身体够大 我身体长一百多万公里 我 银河 实力比悟喝强些 近战闪躲厉害些 惊恶的队长此刻脑海中浮现了 第一次见着新兵银河的对话 厉害 什么叫厉害 队长心中震颤 我所见过的法则之主 没有一个近战闪躲这么可怕的 他哪里知道 罗锋有传承空间在手 传承空间乃是段东河一脉的 一个培养历代传承者的基地 里面除了时间加速的修炼空间外 对实力提升极大的 便是专门试炼战斗的虚拟空间 那虚拟空间中 有282位对手 也包括历代段东河 其中最强的对手自然是三代祖师 罗锋在超800万纪元的漫长时间 刀法的收获其实最小 毕竟历代段东河 创出七阶顶尖刀法的 也只是部分而已 罗锋在六阶顶尖刀法 涅槃新生基础上 又稍微近了一步 创出了一七阶刀法 水火之光 这对罗锋实力提升较为有限 只能算是800万纪元的 众多收获之一而已 其中最强的两大收获 其中之一就是近战身法刘金 因为刀法很难提升 罗锋便开始研究近战闪躲身法 他还经常在虚拟空间中 和很多虚拟的对手进行交战 甚至都和三代祖师交战过 可惜三代祖师 紧压制在法则之主的神力程度 也是轻易蹂躏秒杀罗锋 毕竟 三代祖师的施展的攻击玄妙程度 却是站在远古文明巅峰的 在这种磨练下 吸取历代经验 还有许多精妙秘法借鉴 最后罗锋创了刘金 大量的超级秘法传承 虚拟空间强者对练磨练 自身悟性 诸多结合才有这么一套身法 缺一不可 队长等18名军士 便处于一种惊恶的状态 看住远处发生的一切 那星兵银河先是以匪夷所思的 近战闪躲身法 轻易从三名真神包围中冲出 直接抵达那一真神尸体旁 瞬间就将真神尸体给收走 紧跟着直接冲向另外一条路线 声音隐约就好似一柄巨大的战刀 迅速破空而去 甚至有其他两位真神阻拦 都被那可怕的变相变换能力 给轻易甩掉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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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紫色藤草丛中 那星兵银河就这么直接钻进其中 完全消失在视野中 疯狂 太 太强了 怎么能够有这么厉害的身法 一名明军士惊恶呆滞万分 若是两大势力混战 以他这近战闪躲能力 混战的其他法则之主死光了 哦 恐怕真神死了大半 都还轮不到他 个个被吓住了 队长也被吓住了 他经历那么多魔力 自认在法则之主层次绝对站在了巅峰 即便是放眼整个东军 恐怕也只有几个少数变态能比他强 但他从未想到 有法则之主能在近战闪躲上达到这么可怕的地步 若是不借助机械流宝物 和他公平对战 我会被他玩死 队长一想到和新兵迎合交战场景 不由后怕 当然生死厮杀 兵器 机械流宝物也是实力一部分 评级机械流宝物 我实力暴涨 且刚好克制他 完全能杀死他 队长这才心平下来 一些强大机械流宝物 甚至能让强者实力立即飙升一大截 第1388章被罗锋盯上网 如明明七阶攻击力 仗助机械流宝物 或许就直接达到十阶攻击力 这是研究创造任何秘法都达不到的 这也是机械流的魅力所在 当然大家都使用机械流宝物 之前实力更强的 自然能发挥更强战斗力 以此新兵银河的实力 只要给他时间 他定能大肆赚取军功 不断提升自己 队长安安道 看来此次回军队后 得交好这新兵银河 若是在下次轮回级任务前 我还无法成真神 恐怕度过轮回任务的希望 就在这新兵银河身上了 队长很清楚 他现在急着外在手段 或许能杀死这只新兵银河 但一旦给新兵银河时间 一定会迅速超越他 既然斗不过 自然成为朋友更好 那个法则之主 也太强大了 我们整个炫玉山所有真神 就没有一个近身闪躲 这么可怕的 一千一后阻拦过罗锋的 那五位真神 都无比金额万分 特别是刚开始阻挡的 那三位真神 甚至有些茫然 他们三个上 那法则之主 就从他们的围杀中 轻易逃走呢 彭扶在戏弄他们 这个法则之主 一定能成真神 而且将是最顶尖 最可怕的真神 一旦借助军队中的 机械流宝物 怕是能匹敌虚空真神 嗯 真神匹敌虚空 真神很罕见 但若是要做到 刚才那法则之主 的确可能做到 这五位真神 不约而同如此认定 越是网上 机械流宝物就越弱 法则之主 借助机械流宝物 能匹敌真神的极多 真神借助机械流宝物 匹敌虚空真神 在整个静止世界 能做到的都罕见 但他们认为 刚才那个法则之主 一旦成真神 定能做到 九燕泽的高空 那一阵阵强大波动 传递开来 但实际上 九燕泽和炫玉山的 共六位虚空真神 都悬浮而立 根本没交战 九燕 我们三个联手 竟还敌不过你 这都第几次了 炫玉山的三位 虚空真神都唏嘘 徐万 那妖异的类似 章鱼身体 有着九个类人 面孔的酒烟 则是声音优美 你们也厉害 仅仅三个过来 我都打不破 你们的联合之法 如果你们炫玉山 四个虚空真神 全部来 我估计得更 一 笨 六名虚空真神 都同时发现 下方的一切 好厉害的近战闪躲 厉害 连虚空真神 都忍不住夸赞 以那战刀为刀锋 自身身体为刀背 化为一柄战刀 移动时 更加勇猛犀利 十二刀锋撞击敌人极力 在敌方刚竭力抵挡时 却已然飘然走远了 九燕顿时感叹 好精妙的想法 竟能创出这样的近战身法 身体为刀背 战刀为刀锋 其他虚空真神顿时领略更多 他们这些虚空真神也明白 他们近战闪躲 是比那个法则之主 厉害得多 可他们靠的是 更强的基础 更强的感悟 以及对虚空的掌握等等 单单论近战身法的精妙 绝妙构思 诸多不可思议之处 他们都知道 他们还是法则之主时 和这新兵差远了 这新兵 一定是东军重点培养的 嗯 恐怕都被列在名单内了 一个个虚空真神评判 九燕更是道 这绝对是我近知 世界难得一见的超级天才 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 将来被加封 成为封号强者都有可能 封号强者 其他 虚空真神们各个惊恶 加封 即便是他们六个虚空真神 一个都未曾加封过 想要加封一个镜字 不知道是多少虚空真神的渴望 像真神等 的确有加封可能 可那要求更加可怕 可怕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实力越低 加封要求越高 若是成为东军将军那一层次 直接将被加封 遥远的沼泽草丛中 罗锋隐身其中 弄了一尊九燕泽一方的真神尸体 至少这灾难级任务完成了 罗锋露出一丝笑容 自己最大的收获可不是那真神尸体 而是 我刚才纵横贯穿真神级战场 十 一共收了真神厮杀时 落在沼泽或杂草中的 212名真神血液 灵甲 毛发等 我从神力出发 又要成真神 可真神们的基因 之前样本却少得可怜 这次一次弄得够多 待得一纪元结束 便可再次降临或离开静止世界 到时 便将这些血液灵甲毛发等等 让新幽海分身带回去 罗锋满心欢喜 继续在真神级战场之外 遥遥看住 观看着真神级战场内 可能出现的机会 先后经历了队长 新兵银河 这两个法则之主偷走真神尸体 在紫藤泽一带交战的 两方过弯的真神们 也很是愤怒 对第一个偷真神尸体的队长 他们不在乎 对第二个偷真神尸体的新兵银河 他们则惊叹无比 可在惊叹 夺真神尸体 便是对活的真神的挑衅 抓住他们两个 抓住他们 否则这便是我们九燕泽 和你们炫玉山的耻辱 下次 只要下次他们再出现 必须抓住他们 这群真神们各个无比警惕 双方阵营厮杀时 偶尔有个陨落摔在沼泽中时 其他真神们各个有意无意 不会离这片区域太远 且各个仔细透过神力感应 一旦有所波动 可迅速将这片区域给包围 可罗峰和队长都非常精明 他俩都有一句 九燕泽真神强者尸体在手 根本不急 而炫玉山 九燕泽这两大势力的交战 却是很漫长的一场交战 有疯狂对杀的正面战 也有一逃一追的追逐战 随着这场疯狂战争持续的越久 对法则之主们的魔力就越加夸张 同样 随着厮杀越久 那些真神们偶尔一个陨落 偶尔一个陨落 就这么的 两大势力真神们也有火气了 加上罗峰 队长一直不出现 一天 两天 三天 半月 一月 向法则之主的军队任务 要求他们获得一具真神尸体 就很不可思议了 估计那两个法则之主 都完成任务 都走了 两大势力强者们逐渐地 不再理会那些真神尸体 我们双方 即便是彼此厮杀 即便是无心守护尸体 也不能让他们再次弄走尸体 我们双方 各派出一名真神 去收几方尸体 在收尸体时 都不准攻击 如何 一道声音迅速传开 好 就这么办 九燕泽 炫玉山两方 各指定了一名真神 分别去收取几方尸体 哗 哗 一名全身赤红的部落真神 化为流光 去收取一尊部落真神的尸体 此刻九燕泽一方 没有任何一个异兽真神攻击他 同时 一头长脖梗 有着足足八体爪的异兽真神 也飞行住 收取异兽真神的尸体 原本这近三个多月的厮杀 所留下的二十多具真神尸体 被这名异兽真神 给一口气全部收走 不 留点啊 队长他们一批军士们 看的眼睛要冒火 一个各急的万分 队长 队长 其他军士都急了 都等了近三个月了 之前看住一句句真神尸体躺住 何等眼禅心动 但队长严令下 他们没下手 现在真神尸体被收走了 队长巨大弯脚下的灰色双眸 扫尸周围军士一眼 传音喝道 想去自己去 刚才他们是故意吸引我们去 现在他们无心理会我们 可尸体却被收走 难道你们要击杀一名真神 击杀活的真神 即便我们一起联手也要很久 那么长时间 恐怕上千真神都把我们包围了 其他军士各个又急又怒 却又不知该如何 等 等机会 队长贺道 毕竟足足一纪元时间 另外一处 罗锋确实一直盯着那名 长伯梗的有着灵甲的八体爪 异兽真神 注意住他的一举一动 因为 这名异兽真神 刚才收了足足26具真神尸体 一具真神尸体 就是一万军功 26具真神尸体 便是26万军功啊 罗锋心中痒痒的 他盯着那名异兽真神 这名异兽真神 被安排来收取尸体 正是因为他地位不够高 看之前混战中表现 他的实力很一般 似乎连真神级战甲都没有 没有真神级战甲 实力较弱的真神 罗锋心动了 八百万纪元的苦修 自己现如今的实力 根据自己的判断 要杀这名较弱 又没真神级战甲的 异兽真神 很容易 可是需要耗费少许时间 这少许时间 对真神们而言 却足够了 他们能迅速将罗锋包围 虽能仗助近战闪躲 从数名真神围攻中逃走 可若是数十名真神 乃至上百名真神的围攻 罗锋就只能靠 木陵之舟了 若是更多的真神 恐怕木陵之舟都逃不掉 等 必须等到有机会 罗锋一直锁定着那名 八体爪异兽真神 虽说之前收取尸体时 没谁攻击他 可是收取尸体结束后 他依旧会加入战场 依旧会正常厮杀 而他的实力较弱 在罗锋观察中 也逐渐地判断住 那名异兽真神实力的下降幅度 只需要在下降20%实力 他身体之弱 以我陷入惊之墙 权力爆发 绝对能在极短时间内击杀 罗锋死死盯住 盯着那个八体爪异兽真神 等待出手的时机 第1389章 我姓唯一 杀 当罗锋 队长这两批军士 都悄然在真神级战场外 宛如捕猎般 默默等待机会时 整个九燕泽战斗 最疯狂的便要属 法则之主这一层次的战争了 这是无比疯狂的战争 大量弱小的 或是防御差的 法则之主陨落 炫玉山 九燕泽双方的法则之主 加起来自然超千万计 且杀到如今 已陨落过三分之一 这就是一场魔力 一场筛选 经历了魔力 熬过这可怕筛选的 法则之主 甚至不少就会迅速突破 成为真神 银河那个蠢货 还想要去弄到真神尸体 真神尸体是那么好弄的 悟鹤尾巴一甩 迅速游窜住 在茫茫九燕泽战场中移动着 并且还时而疯狂咆哮着 朝炫玉山一方的部落战士们 杀了过去 杀 杀死炫玉山的这群杂碎 悟鹤咆哮着 呼喝着 旁边还有其他一些异兽 也跟住一同咆哮 一同去杀部落战士 九燕泽毕竟太大 法则之主数量又太多 一定就有新的法则之主诞生 旧的法则之主陨落 所以任何一个法则之主 能认识九燕泽八成的法则之主 伙伴就算了不起了 他们见悟鹤是异兽 又和他们一起杀炫玉山部落战士 便只当是自己不认识的同伴 杀 杀 悟鹤一片疯狂厮杀 可一旦周围有异兽陨落 他便会迅速将异兽陨落掉落的兵器 铠甲等收起 杀了三个月 我才得到一千两百军功 悟鹤心中也暗暗焦急 可战场毕竟太大 他只能收起周围掉落的兵器 铠甲 而他还得小心翼翼地避过诸多危险 毕竟战场混乱 一旦大意 即便是他 都可能陨落 在广袤九燕泽战场的另一处 大家务必小心 我们实力在法则之主中都算极强 可是这是一场过千万的法则之主的战争 驱落而他们俩就是因为不够小心 我们还差很多军功 必须警惕小心 库法率领的一批军士也正混在战场当中 他们个个都是部落战士模样 自然是伪装成炫玉山一方 是 明白 我们还差很多军功 一个个军士交集万分 表面上如此 但内心 这群军士都明白 同伴死一个 那么同伴之前得到的九燕泽一手的兵器铠甲 便会成为他们的 他们十个军士累加起来 得到的兵器铠甲也刚够万分 好歹能换取超过一万的军功 保证至少一名军士能度过这一任务 同伴死 对他们反而有益 可是 没谁愿意自己死 库法一批军士 鱼罗一批军士 单独的误喝 都是在法则之主的战场上 努力地想办法 捡起九燕泽一方的兵器铠甲 当然也可以掺入少部分的 炫玉山一方强者的兵甲铠甲凑数 只要军队验证不出问题即可 但毕竟九燕泽太大 他们三批 各自才能拿到多少点兵器铠甲 注定了 这场任务 他们大多数不是死在战场上 也会最后被军阀处置 即便如此 他们也不敢去真神级战场 真神级战场边缘 这场战场已经持续了近四个月 罗锋依旧平静默默等待机会 但队长他们一批军士却是内乱了 队长 你总是这么怕这怕那 一旦等着战争过去 我们哪还有机会 大肆得到军功 一名穿着暗金色铠甲的金兽军士传音怒道 没了军功 我们只能逃 可军队要杀我们 我们就算逃得一时 也活不了多久 我们必须也赚取军功 对 队长 不能这么下去了 我们也要活 我们也要军功 有数名军士都急了 其他军士也焦急看向队长 队长巨大弯脚下的冷漠双眸扫视周围一眼 他明白 他挥下这群军士是真级了 他得到一具真神尸体可以丝毫不及 可他挥下军士却做不到他这般平静自在 现在去真神级战场内 是送死 队长冷漠道 我们知道那是送死 所以我们不会去哪 可是 现在无数的法则之主正在厮杀 这可都是军功啊 我们只要时间足够 捡起大量的兵器铠甲 完全可能凑到足够的军功 在法则之主的战场上 我们活下来机会是很大的 对 队长 我们去法则之主战场吧 一个个都看向队长 队长却是冷笑 捡起兵器铠甲 获得一万军功 那得要多久 要去的 只管去 我不阻拦 不过关键时刻 我会透过传讯令台给你们传讯 告诉你们我的坐标 那时你们必须立即赶来 否则 是 队长 明白 队长 队长一声呼唤 我们立刻到 队长 我们先去战场吧 我们随时听候队长吩咐 一个个军士立刻应到 随即一个个悄然迅速溜走 紧紧片刻 队长挥下的一群军士竟然走个精光 队长摇头冷笑 在死亡面前 一个个看来都是被逼急了 这些军士 队长内心瞧不起 不过毕竟个个都是蟒合军军士 联合起来还是能爆发足够战力的 利用的好 完全能够更轻松的度过一些任务 不到最后关头 他也不会轻易抛弃这群军士的 罗峰和队长在真神级战场边缘一带的不同两处 都悄然盘踞 时刻准备露出自己的毒牙 后 长伯梗的八体爪翼兽真神 那狭长头颅上的毒眼闪烁出狡诈 正在整个真神级战场边缘游荡 他的实力我却一件都没弄到 八体爪翼兽真神暗自恼怒 真神级战甲 兵器 是很珍贵的 而次一些的战甲兵器却是很常见的 无数法则之主绝大多数都有 在近之世界 即便百件千件巅峰至宝 也休想换得一件至强至宝 我一定要获得一件真神战甲 一定 八体爪翼兽真神一次次游荡 他一次次避战逃脱 在寻找着机会 若是某个有真神级战甲的真神陨落 他定会努力去抢 只是那等真神很难陨落 即便堕落 他抢到的机会也很小 否则也不至于如今都没真神战甲了 一次次游荡 在真神级战场不同区域 若是没其他真神 队长正心交得很 单单就这八体爪的翼兽一个 我驾驭机械流宝物 一对一 厮杀许久完全能杀死他 可这是真神级战场啊 他都说了九燕泽一方超过三十具的真神尸体了 在另一处 罗锋双眼平静如海 默默锁定那八体爪翼兽真神 同时不断计算彼此方位 他的实力下降不少 没有至枪至宝 战甲护体 唯有把握 在极短时间内击杀他 罗锋锁定住那翼兽真神位置 随着那八体爪翼兽真神的游荡 罗锋也开始悄悄行动了 他的速度并不快 防止出现大的波动被神力探查到 他逐渐朝真神级战场内逼近 速度非常的缓慢 此刻 罗锋极有耐心 这一逼近 便耗费了三天多 这三天多的逼近 令罗锋已进入真神级战场内 紧跟着罗锋停下 等待着八体爪翼兽真神游荡过来 等待 等待 等待那一刻的爆发 罗锋不断叙事 单单逼近的三天多时间 以及此刻在等待时 罗锋整个人的状态在不断飙升 整个人的所有思想 其他一切都排除 一切都凝聚为一 只有一个目标 以最快速度耗费最短的时间 将这八体爪翼兽真神给杀死 这种绝对的思想唯一 也自然令潜力迸发 隐隐地 罗锋有一种拔刀的强烈欲望 为何生死间战斗才能突破 就是因为在生死间 生命的本能会自然令所有思想汇聚 爆发出无比可怕的潜能 这是一个可怕的危险之局 在上万真神的战场中 杀死一名真神 何等疯狂 正因为疯狂 罗锋心底却燃烧着愈加疯狂的激情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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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锋双眼中只有远处游荡而来的那头八体爪翼兽真神 此刻 八体爪翼兽真神正小心谨慎万分 不愿和炫玉山一方一些强大真神交战 最多和一些同样弱的部落真神厮杀而已 逐渐地 他正在朝罗锋这靠近 再靠近 再靠近 宛如石头般的罗锋 一只暗淡的双眸陡然亮起 整个人从死物瞬间爆发了 就是这一刻 罗锋瞬间爆发了 轰 速度瞬间爆发起来 神力瞬间开始 狂暴燃烧 轰 断灭第一卷 轰 再度更强程度燃烧 断灭第二卷 这便是罗锋在八百多万纪元中 对实力提升最大的两大收获之一 炼成断灭第二卷 什么 游荡在边缘的一直警惕的八体爪异兽 真神猛地转动狭长的头颅 独眼惊恶看向后方 只见一巨大的模糊刀影 带着无比狂猛的气势 直接碾压而来 第1390章斩 斩 斩 是他 八体爪异兽真神瞬间辨认出 这化为巨大模糊刀影碾压来的强者 竟是之前偷了真神尸体的那名法则之主 一个法则之主而已 即便近战闪躲再厉害又怎样 他的法则感悟基础摆在那 悟出的战斗秘法再强也强不到哪去 八体爪异兽真神无比自信 之前他还吓得一跳 可一确认是法则之主 他便在无丝毫担心 他想的没错 基础 决定了秘法 一名宇宙之主 闯出六阶顶尖秘法 已经是不可思议了 在罗峰之前 宇宙海中从未有谁做到过 罗峰也是极助传承空间的帮助 才能创造出六阶顶尖秘法 七阶顶尖 历代断东河 各个了不起 却也仅仅过半创出 八阶 历代断东河 仅仅两名能做到 可是对真神而言 即便是很普通的一名真神 都能创出七阶顶尖秘法 乃至八阶秘法 而一些超强真神 九阶顶尖 十阶顶尖 确实都能做到的 这就是基础的差距 基础高 自然领悟起来 轻松得多 这头八体爪异兽真神 毕竟是真神 施展的秘法 自然差不到哪里去 还真是贪心不足啊 既然想要攻击我 定是看上了 被我收取的大量真神尸体 八体爪异兽 真神无比期待 哈哈 哈哈 一个法则之主小家伙 他这么厉害 在军队中肯定是一等一的精英 定被赐予了真神战甲 没想到啊 我的真神战甲 会从一名法则之主身上获得 轰 八体爪异兽 真神不逃 反而疯狂迎上去 巨大的刀影 和巨大的异兽 呼啸闯过周围的紫色藤草 二者直接杀向对方 是那法则之主 是那个超级天才 那法则之主竟然还敢再来 在天才 他也就一法则之主而已 远处战场上厮杀的其中少部分真神 已经注意到了在战场边缘地带出现的那道模糊刀影 都认出是之前偷走尸体的那个超级天才 抓了这天才 杀了他 顿时有真神飞了过去 因为他们清楚 军队魔力天才 虚空真神不准插手 可真神却是完全可以出手的 天才即便陨落了 也只能怪这天才自身能力不够 那群真神要飞到这 需要29秒 罗锋瞬间确认 真神级战场毕竟非常广袤 八体爪异兽真神又一直在边缘地带游荡 而罗锋位置则更加偏僻 即便是静止世界中的速度极限无比高 可要赶来 的确要29秒 29秒 解决他 罗锋目光凝聚在眼前八体爪异兽真神身上 哈哈 贪婪的法则之主 既然不逃 以他逃窜闪躲能力 我还追不上 可要和我正面厮杀 我定要尽快杀了他 这便是我的功傲了 八体爪异兽真神也激动若狂 独眼中闪烁着凶残的色彩 轰 轰 两道巨大身影终于瞬间交错而过 当八体爪异兽真神咆哮着挥出他的一前爪 划过长空时 当 刀锋碰触 罗锋犹如旋风一闪便避让而过 又是闪躲 八体爪异兽真神心中咆哮 他那迅捷无比的尾巴猛的就是一个抽打 尾巴犹如没有骨头似的 好似软鞭 节节贯穿 直接呼啸着化作一道弧线抽打向罗锋 可罗锋所画的模糊刀影和尾巴边缘一碰触 竟直接一个践踏 反而到了八体爪异兽真神的背上 说来缓慢 实则二者一个交错 罗锋便到了八体爪异兽真神的背上 哗 罗锋手中的血影刀终于回出 斩 刀光如水 缥缈不定 瞬间斩杀像八体爪异兽真神那长长的脖梗 异兽真神却是猛的一扭头 头颅扭向后方 张开血盆大口露出獠牙 直接咬向罗锋的战刀 轰 原本宛如水波般的刀光 瞬间爆炸开来 产生无与伦比的可怕贯穿力 罗锋所创最强刀法 水火之光 熬 断东和一脉的珍贵原胚血影刀 这一盏蕴含的贯穿力 令八体爪异兽真神顿时惊恐嚎叫起来 他独眼瞪的鬼缘 内心更是满心震惊惊恐 不可能 不可能 他的神力燃烧后 怎么比我的神力还强大 我可是真神 他仅仅只是法则之主 他错了 错得很离谱 的确 八体爪异兽真神 神力要比罗锋更强一层次 可是未曾加入军队的他 根本不懂得特殊的燃烧神力秘书 而罗锋仅施展断灭第一卷 便弥补了神力上的差距 而断灭第二卷 更是令罗锋超越了这真神 在燃烧神力上 罗锋比他还强 原本便逆天的近战闪躲 自然更加强悍 八体爪异兽真神的攻击 轻易便被罗锋闪躲或泄力 可罗锋的攻击 八体爪异兽真神 却只能硬生生承受 我斩 斩 斩 罗锋疯狂无比 维持断灭第二卷的燃烧 使得罗锋的神力疯狂在消耗 即便远处没有真神朝着赶来 他也维持不了多久的厮杀 所以必须快 快 快 罗锋整个人的灵魂 都宛如灌入手中的血影刀 水火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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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水的刀光 带着骇人的威能 连威能隐隐还有提升 在这极限下 罗锋对刀法的领悟竟然在提升 可此刻他注意不到这些 他只知道竭尽全力 以最快速度杀死眼前 这八体爪异兽真神 不 不 八体爪异兽真神完全懵了 几乎瞬间 便是上百刀光接连披在他身上 疯狂在令他不断衰弱下去 他慌了 怕了 他想要逃 不 不 八体爪异兽真神再也没丝毫杀罗锋的念头 也懒得想为何这法则之主能有如此战力 他只知道逃命保命 可是 在罗锋的近战鬼魅身法前 他连逃跑都是奢望 逃不掉 我斩 斩 斩 罗锋疯狂无比 只见模糊巨大的刀影显现 整个人都好似和血影刀为一体 那如水的刀光一波波冲击向八体爪异兽真神 每一秒都是成千上万的刀光呼啸而去 疯狂淹灭着一切 这是一场风暴 湮灭一切的风暴 逃不掉 挡不住 一切都处于绝对的下风 懵了 不单单是被围攻的八体爪异兽真神懵了 就连发现罗锋后离得最近的飞来的数十名真神 也懵了 怎么可能 闪躲厉害就罢了 怎么攻击也 不可能 怎么强成这样 一定 他的战刀一定是机械流宝物 一定是机械流宝物 怎么强成这样 一定 他的战刀一定是机械流宝物 一定是机械流宝物 一时间 他们都无法接受 在正面厮杀下 真神会被法则之主击败 他们只能接受一个解释 那法则之主使用了机械流宝物 那柄战刀就是机械流宝物 透过战刀内的机械中枢运转 爆发出远超那法则之主该有的战力 一定是这样 而在真神级战场的远处 一直在默默潜伏的队长也瞪大眼 金恶看住眼前一切 之前他看到罗锋冲出 还曾暗自摇头 认为这新兵银河实在太愚蠢太自大 太小瞧真神的实力了 毕竟就是他这个队长 站住机械流宝物或许能杀死那真神 可耗费的时间也绝对会被其他真神给围困住的 他死定了 队长当时便这么认定 但此刻 怎么怎么队长感到脑袋懵了 一个新兵怎么会这么强 强盗力压真神 绝对的压制 即便是真神中很普通的一个 也不至于这么离谱吧 一定是机械流宝物 他在加入军队前 就有机械流宝物在身 他的战刀就是机械流宝物 队长立刻认定 一定是这样 一定是 那战刀一定令他的实力飙上了数个层次 才能完全压制这一手真神 此刻整个真神级战场 虽厮杀惨烈 却也有超过千名真神注意到 在最边缘远处的那一场交战 一方是他们中很普通的八体爪一手真神 一方却只是一名法则之主 但现在事实是 法则之主杀的真神毫无还手之力 那战刀一定是机械流宝物 一定是 几乎个个这么认定 血影刀作为一件原胚 珍贵无比 可并非像他们以为的那般提升数个层次 而是仅仅令罗峰的攻击 提升了一层次而已 罗峰之所以强大 更多靠的是近战身法 靠的是断灭前两卷 靠的是悟出的水火之光 一道道水波般的刀光 疯狂冲击八体爪一手真神 且这刀光已经越加完美 无尽刀光下 八体爪一手真神反抗越加无力 不 八体爪一手真神突然内心中有了一种感觉 这一次 恐怕 真的要死了 我才是真神啊 八体爪一手真神内心在怒吼 轰轰轰 无尽刀光淹没下 八体爪一手真神终于气息进阶消失 他的生命核心已然溃散湮灭 只见他的战甲等一些物品迅速脱落 而罗峰则是迅速一挥手 将这八体爪一手真神直接收起 也将脱落的部分物品进阶收起 秀 罗峰立刻化作流光朝远处逃逸 而之前的战斗厮杀处 虽众多紫色藤草断裂飘浮在沼泽中 却在无痕迹 真神死 法则之主因 且超三十具异兽真神尸体 到手 追上他 夺回我九燕泽兄弟的尸体 远处真神级战场上 一名强大的有着三金色尖角的异兽 真神愤怒咆哮 第1391章 贪婪 追上他 抓住他 一名名义兽真神都愤怒无比 就连炫玉山一方的真神们都感到惊恶 一名法则之主竟然在极短时间内杀死了一名真神 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幸好那法则之主夺走的是九燕泽一方的真神尸体 他们炫玉山倒是不急 但九燕泽一方真急了 我们九燕泽兄弟的尸体 三十多具尸体一定要夺回 一定要夺回那三金色尖角的异兽真神嘶吼住 夺回 夺回 上千的异兽真神在咆哮 毕竟整个九燕泽的真神就那么多 他们彼此都很熟悉 那三十多具真神尸体中 或许就有他们平常感情极好的生死兄弟的 在战场上正面战死 那是强者的归宿 可尸体他们还是会在战后浓重安葬的 但现在三十多具兄弟尸体被夺走 还是一名法则之主做到的 他们怎能忍下这口气 八酷 辣 你率队去抓住那法则之主 夺回我们九燕泽兄弟的尸体 三金角尖角的异兽真神吼道 我一定抓住他 轰 高空中一道道流光迅速飞去 朝罗锋逃逸的方向迅速追去 足足五十道流光破空而去 够看重我的 罗锋早就悄悄在九燕泽的杂草丛中不断转向 速度也减慢 不引起丝毫波动 正不断地远离这一片真神级战场 因为罗锋的转向 也使得那五十位真神追杀的方向根本就是错的 足足五十位真神来抓我 可不是之前那等半吊子真神 这五十位真神 大半都有真神战甲在身 罗锋虽自信 却也不敢被这五十位真神给围上 毕竟是足足五十位真神 且静之世界的真神 普遍比宇宙海要稍微强一筹 加上在静之世界 神力又不受压制 他们的实力更是能强上两筹 即便是很普通的那八体转一兽真神 密法勉强是八阶 实力也能爆发到勉强九阶水准 之前和罗锋厮杀时 他已有伤 实力只能算是八阶顶尖 又没真神战甲护体 硬是被罗锋活活给砍死 若是被这五十位围上 怕是比宇宙海中的五百位真神围攻还可怕 我即便乘坐牧林之舟也并无十足把握逃出啊 罗锋不敢大意 So 他悄悄转向 无规律常改变着方向 正不断朝九阶泽外围行进 九阶泽和炫玉山的战争牵扯的强者太多 双方交战的真神数量过万 九阶泽派出五十位真神去捉拿罗锋 对九阶泽整体实力并无什么影响 真神级战场边缘一带 So 队长正悄悄迅速退却 九阶泽的五十名真神正在追捕新兵银河 可别没追到银河 把我给追捕了 因为他所在方位和罗锋截然相反 所以 队长倒是没遇到危险 耗费数天时间便悄然回到了法则之主的战场区域 他这才定下心 开始伪装成一名炫玉山的部落战士 开始混在浩浩荡荡厮杀的混乱大军当中 这新兵银河竟强成这样 队长一边混在大军中 一边回忆住之前看到的罗锋杀真神场景 太强了 我必须动用机械流宝物 才有和他一斗的实力 超过三十具的真神尸体 那是多少战功啊 都能再换到一件机械流宝物了 我若再得到一件机械流宝物 即便是轮回级任务 我都有把握度过 到时 即可安然在军队中魔力 等成了真神 便可获得更高深传承 变得更加强大 队长的灰色双眸中掠过一丝贪婪 他想得到那些尸体 怎么得到 队长心中一动 便想出了一办法 各位 队长立即透过传讯令牌 给麾下的那十七名军事传讯 队长 队长 队长有何吩咐 队长 一个个进阶回应 队长则继续传讯到 就在数天前 九燕泽的那群真神中 专门收尸体的那个八体爪异兽真神 在战场上被其他真神杀死 就在关键时刻 那新兵银河突然冒出 他夺走了那八体爪异兽真神的尸体 而后竟无比侥幸地逃脱了 什么 他弄到了八体爪异兽真神尸体 那个收尸体的异兽 各个军事都震惊了 队长连回应 对 就是那头异兽真神 新兵银河夺走了那尸体 同时也夺走了那一兽真神 跌落的诸多宝物 自然包括藏有大量真神尸体的宝物 这头异兽真神之前 可是收了超过三十具真神尸体 现在这一切都在新兵银河那 分散在九燕泽法则 之主战场各区域的 十七名军士 都心颤了 心仰无比 超过三十具真神尸体啊 何等庞大的军功 九燕泽一方的真神们大怒 当即有五十名真神 正在战场各处 大肆寻找新兵银河 队长继续传讯道 欲要捉拿银河 我刚才也看到了 是有 不少异兽真神 我还疑惑 怎么会有异兽真神 在战场上乱飞 又不战斗 我也看到了 我昨天也看到 不少异兽真神 一个个军事回应 队长立刻说 现在那些异兽真神 依旧在四处乱飞 显然他们还没捉拿到 新兵银河 而现在整个九燕泽 被虚空真神 给完全和外界隔离 注定了 那新兵银河 一定是在九燕泽范围内 明明在九燕泽范围内 可那些异兽真神 却找不到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混在 炫玉山的大军中 对 对 肯定 是混在炫玉山大军中 炫玉山和九燕泽敌对 他混在炫玉山 法则之主大军中 那些九燕泽一方的异兽真神 根本不敢去闯 法则之主大军 朕 神是强 但万乃至更多的 法则之主聚集在一起 真神也不敢去闯 诸位 队长当即道 那些异兽真神 无法进炫玉山大军中 可我们能进 我们现在开始 分散开去寻找 一旦发现新兵银河 就立即通知其他军事 我们迅速集结 施展联合之术 对付新兵银河 我们没把握杀新兵银河吧 新兵银河很强 一个个军事回应 队长却说 我知道 要杀他很难 可是他现在最怕暴露 只要我们威胁他 逼迫他交出大半真神尸体 他还可保留少部分尸体 若是他敢不交 让异兽真神们知道他在哪 他就死定了 对 我们很难凑到足够的军功 左右都是已死 不如威胁他 拖着他一起死 他定会交出 他有那么多真神尸体 我只要一举就够了 逼他交出 一个个军事立刻充满渴望 透过传讯令牌 传播开讯息的队长双眸中 却是露出一丝冰冷 一切如他预料的 他甚至都没说 是新兵银河正面击杀 那一手真神的 他不说 他麾下十七名士官 自然士气很高涨 丝毫不拒难罗锋 新兵银河虽强 可那些军事 各个有真神战甲在身 要杀也没那么容易 队长按道 他们明知 我可能是利用他们 可为了军队任务 他们还是会去拼 不管怎样 这些真神尸体 大半都要归我 队长眼中有着一丝疯狂 本来还想交罗锋的 可看到巨额军功的诱惑 他选择了另一条路 毕竟 自身实力的强大 才是活下去最大的保障 找不到 那个法则之主消失了 根本找不到 一头一兽真神 分散在九燕泽战场各处 再迅速寻找 他一定是躲在 炫玉山的大军中去了 一定是混在大量 法则之主中 一定是 这些异兽真神 都猜到这点 可明知如此 却根本不敢去闯 那些大批大批 法则之主的大军 不管异兽真神 还是队长 他们一批军士 都猜测 罗锋锋在炫玉山的大军中 而事实 也的确如此 躲在其他地方 都有被发现的危险 而在这 他们明知 我在这 一兽真神 却根本不敢擅闯 周围浩浩荡荡的 大量部落战士 怒吼柱 和大群的一兽厮杀柱 罗锋也是数万的 部落战士中的一员 看似厮杀无序 但若是有真神敢往里冲 若异兽真神冲进来 所有部落战士 都会不约而同 联合攻击 扫荡过去 若部落真神杀过来 那么所有法则之主异兽 也会不约而同 联合攻击 扫荡过去 这就是一种潜在规则 法则之主 可公平战争 若真神敢来 就怪不得 他们联合出手了 九燕泽 这种大群部落战士 聚集的战场 有不少处 异兽真神明明猜到 我在其中一处 就是不敢去查 一旦等战争结束 我即可离开九燕泽 迅速离去 罗锋熬着日子 一个月 又一个月过去 转眼 罗锋混在 眩玉山的部落战士大军中 就过了三个多月 以罗锋的实力 在这大军中 自然轻松无比 正当罗锋日子 惬意无比 只等离开之时 杀死九燕泽的杂碎 罗锋体情魁梧高大 批散住乱发 宛如野人 咆哮着和其他部落战士 一起划过长空去厮杀 忽然他速度猛的锐减 笨 罗锋目光一扫 远处正有一名部落战士 看来 银河 那部落战士 咧嘴一笑 嘴巴动了动 虽没发音 可罗锋懂得这意思 是三个小团体 中队长麾下的军事 罗锋立刻辨认 第1392章对抗 那名赤脸军事 朝罗锋走来 咧嘴笑着 同时传音道 银河 你以为你改变了模样 屁着乱发 我们就认不出你了 认凭你怎么变化 你的神力气息 却一直不会变 只要离你稍微近点 便能立即认出你 罗锋目光一扫 应该不止你一个吧 队长他们已经到了 分散在周围 试炼军事传音道 你的实力 我们在真神级战场边缘 可都见到了 能从数名真神中 轻易逃脱 我还没自信到 一个就能缠住你 哗啦 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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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围远处 在混乱的炫羽山大军中 有十余道身影 朝着靠近过来 罗锋目光一扫 其中有一道身影 正是那有着 巨大弯角的队长 其他则是队长 麾下那一批军事 新兵银河 你比我们预料的要强大 你的实力真是不错 我们愿意接纳你 成为我们其中的一员 一名名军事传音 连队长也看住罗锋 传音道 新兵银河 队长 罗锋看住这位队长 刚进入莽河军时 这位队长可没瞧得起 自己这新兵 此刻这队长却是一脸笑容 显得很亲切 之前我们不接你 只因正常新兵都很弱 而你的实力 已得到我们的承认 队长直接道 你只要贡献真神尸体 与我等共享 那以后在我们这小队中 其他军事进阶会幸福你 我也愿舍及队长之位 由你接任 对 我们愿奉你为队长 只要银河你帮我们一把 让我们也能活着 银河 一个军事期盼看住罗锋 队长也期盼看住罗锋 似乎很无私 愿意奉献队长之位 罗锋目光一走 果真 自然当真 我们会立刻奉你为队长 一个军事连传音道 罗锋却笑了 笑容中有着冷漠 传音道 只是 你们的死活 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顿时一片愕然 各个军事都愣住了 之前你们不是 不在乎新兵死活吗 罗锋咧嘴笑着 怎么现在谈战友情了 他早就看透了一切 什么队长 什么队友情 都是笑话 残酷的军队筛选 使得一批批军事陨落 这些老军事们 见惯了其他军事陨落 一个个只想自己能活住 成为真神 谁会在乎什么队长的虚职 这批军事在队长挥下 也是因为队长强大 若是为了生存 这群军事恐怕会立即抛弃队长 包括队长在内的18名军事 脸色都难看 他们没想到这罗锋 竟然这么不懂情事 银河 弯角队长传音怒道 现在有50位真神在抓捕你 他们也猜到 你定是在炫玉山的大群 法则之主的其中一处 法则之主的战场分很多处 其中不少处都有真神 在远处遥遥窥探 寻找你 距离我们这不远的高空 便有一位真神在窥探住这里 罗锋抬头看了下遥远处的天空 一名蜿蜒盘旋的异兽真神 的确遥遥看住这处庞大的战场 我知道 罗锋传音 可距离那么远 他认不出我 可我们能告诉他 弯角队长传音道 我们只需要和他眼神交汇 他就会立刻注意到这 我们嘴巴动动 看到我们嘴形 他便会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 哦 罗锋笑了 一旦你被发现 那真神只要一声令下 就会立即命令 九燕泽的大量法则之主将你包围 到时候你根本无处可逃 弯角队长盯着罗锋 你必定陨落 选择吧 是选择让出大部分真神尸体给我们 自己安然带着一些真神尸体 回到军营 还是什么都得不到死在这 选择吧 银河 我们这次军队任务活下希望极小 你要逼我们 那就一起死吧 死 也拖着你一起死 一个个军士盯着罗锋 罗锋摇头 那你们就去死吧 我会带着35具真神尸体回军营的 说着直接转身 同时还怒吼住 杀死九燕泽的砸碎 直接化作流光朝远处冲去 包括队长在内18名军士 各个惊恶 他们没想到到了这份上 这个新兵银河竟然丝毫不惧 难不成这新兵银河真以为 他一个能逃过整个九燕泽势力的围杀 虽惊恶 可他们反应何等快速 在罗锋动的同时 他们18的同时动了 要我们死 新兵 你也去死吧 该死的银河 该死 是你逼我们的 一些个军士面容猙獰 双眸中满是疯狂 一个个杀了过来 但此刻高速飞行的罗锋却是冷笑 轰 轰 断灭第二卷进阶施展 速度增速达到极可怕地步 迅速将这些个军士给甩掉 就你们也想追我 罗锋丝毫不在乎 银河 别想逃 在后方的众多军士中 追来最快的便是弯角队长 弯角队长本以为这新兵会有顾及 那么完全可以借此逼迫这新兵银河 可事实和他所料相差极大 这新兵银河竟然丝毫不在乎就逃 其他军士没见过罗锋发飙 可弯角队长见过 知道这新兵银河真的发飙 其他军士根本拦不住 痴痴 队长的背处迅速浮现了一对巨大的黑色羽衣 黑色羽衣的边缘更有一条条黑色的丝带 哗 巨大黑色羽衣的足足数百条黑色丝带 迅速破空笼罩过去 罗锋速度再快也比不上这兵器的速度快 罗锋只感到天地猛的一案 回头一看 便看到那条条 旁扶巨大大蛇般的黑色丝带 瞬间笼罩过来 滚开 罗锋双手各持有一大锤 因为一直在炫玉山大群的法则之主中伪装身份 又不想被遥远处窥探战场的异兽真神发现身份 所以故意使用一对大锤来战斗 花 双锤各绕过一弧线 澎湃燃烧的神力能量 令这两锤未能惊人 直接扫荡的周围黑色丝带朝后方抛退些许 可虽如此 这一单个大量的黑色丝带 却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圆球 完全将自己给包围笼罩了起来 韧性极强 威能极大 罗锋透过这双锤感觉到这丝带威能 不由震惊 这队长也没施展什么秘法 仅仅这黑色丝带笼罩来就这么强的威能 不符合常理 威能强 一般得靠秘法等等 光是丝带笼罩来就这么强 难道是机械留宝物 罗锋瞬间推断 我要破开 动用血影刀 且得施展最强刀法才有希望 不过 真的纠缠下去 不知道要浪费多少时间 恐怕最后真的被那一手真神给发现了 队长和新兵迎合的瞬间交手 虽让周围远处的一些其他部落战士疑惑 可他们也仅仅只是疑惑而已 毕竟单单从外表看 队长施展的攻击仅仅好像念力兵器去束缚而已 他们也只是疑惑 即便过去有些仇怨 但这是怎么斗起来了 难道是因为战利品的缘故 队长的黑云翼真是厉害 黑云翼飞行极快 束缚又强 保护自身又极佳 是绝对的逃命保命之宝 其他军士无比羡慕 就在这时 轰 那大量黑色丝带笼罩的黑色球体 忽然开始以无比可怕的高速朝远处飞去 黑色球体的其中一处竟然凸起 彭佛 黑色丝带组成的球体内部有着一只怪物 正超高速飞行 硬是扯的黑色球体也跟住超高速飞行 吃吃吃 一条条黑色丝带扯的逐渐分离开 露出了一艘古老战船的船头 这艘古老战船表面缠绕着一条条黑色丝带 这些黑色丝带将这古老战船重重束缚 但古老战船却速度依旧暴涨 彭佛丝毫不受影响 超高速飞行 速度不断飙升 什么 队长大惊失色 这么强的飞行力量 队长透过自己的黑云翼 竭力操控想要拉住那座古老战船 但古战船太强了 根本不可撼动 反而将队长给拽着也超高速超远处飞行 队长 你不是要带我见真神吗 那就去见吧 古老战船带着队长 直接朝远处高空迅速飞去 木陵之舟的动力何其强劲 爆发起来 岂是这个宇宙之主所能阻挡的 呼 战船速度极快 不断朝高空远处飞去 而在这一战场的最外围远处高空 便有着一名蜿蜒盘旋的异兽真神 停下 停下 队长怒吓 你要找死吗 哈哈 一起去见真神 看看我们是谁死 古老战船依旧高速前进 朝一兽真神方向飞去 队长终于慌了 须知 他也偷了一具真神尸体啊 虽说九燕泽的那群真神们 非常想要抓捕罗锋 可现在罗锋躲在那战船内 气息都不外发 恐怕那一兽真神 根本无法确认罗锋身份 反而会最先确认队长就是第一个偷真神尸体的 到时候定不会让队长溜掉 你够狠 队长很是愤怒 却只能放弃 只见原本缠绕在古老战船上的一条条黑色丝带迅速松开 队长也迅速和古老战船分离开来 有那机械流的战刀 竟还有着机械流的战船 战船动力之强 竟连我的机械流黑云蚁都拉不住 队长悬浮在半空 眼睁睁看着那古老战船迅速俯冲远去 钻进了沼泽草丛中 心中很是不甘心 我不知道你有机械流战船 才让你逃掉 逃得了一次 我就不信 你还能再逃掉 队长咬牙 片刻后 九燕泽一方的数万名异兽大军中 大量的异兽怒吼咆哮着 朝旋御山一方冲去 杀 杀死旋御山的砸碎 一头宛如巨大蜥蜴 有着翅膀的金角巨兽正怒吼住 在九燕泽一方大军中 朝旋御山一方冲杀过去 第1393章 满河军小队的结局 金角巨兽混在九燕泽一方的法则之主大军中 金角巨兽和人类作为不同的种族 气息自然不同 即便那些真神在金角巨兽面前 也认不出 这头金角巨兽就是之前的罗锋 且在静之世界根本没分身之能一说 谁都想不到 九燕泽的高空中 旋御山和九燕泽双方的六名虚空真神 都在观看下方 竟然是这么逃掉的 这位军士竟然随身还带着一名异兽法则之主 这下 不管是他的之前的队友 还是你们九燕泽搜寻他的那五十名真神 都无法发现他了 他定能安然离开九燕泽了 一个个虚空真神都评判到 九燕也俯瞰下方 轻声感叹 能有两件机械流宝物在身 特别是之后那件战船 虽说应该是真神级机械宝物 可那动力却极强 属真神级机械中的极品 他才仅仅一个法则之主 按理兑换不到这么好的机械流宝物 可他却拥有了 看来他在军队中很受重视 这六位虚空真神 知晓下方发生的一切 但他们也想不到 那天才军士和金角巨兽异兽 实际上乃同一强者的不同神体 虚空真神掌控整个战场 了解一切 但他们也不会插手 也不敢插手 没谁敢挑衅整个禁止世界的潜规则 时间流逝 一月月过去 整个战局已经到了末期 怎么可能找不到 在炫玉山的部落战士大军中 队长很是恼怒不甘 整个九燕泽虽然广阔 可法则之主聚集的战场就那么歇个 这新兵银河根本没其他地方可逃 这么长时间 竟然一次都没发现他 队长 真找不到 我们都找遍了 找不到一个军士透过传讯令派回复 队长却很不甘心 其他军士不知道 可是他是亲眼看到罗锋杀那一手真神的 很清楚这个新兵的可怕潜力 本计划结交 只是后来眼红那巨额军功才决定出手 上次失败就罢了 只能说没想到这新兵竟还有机械流战船 可现在六个月过去 竟然一次都没发现新兵银河 不可能找不到 他就在这些地方 找 找 你们不想死就赶紧找 完成军队任务的希望就在他身上 队长急了 即使他不说 那些军士也会各个竭尽全力的 我就不信了 队长真急了 只能将消息告诉他们良火了 鱼罗 库法 告诉你们一消息 在数月前 在真神级战场上专门收取九燕泽一方 真神尸体的那位真神陨落 尸体被新兵银河给抢夺过去 新兵银河现在拥有超过三十具真神尸体 而他现在正藏匿在九燕泽中 队长直接将消息发给麾下的大量军士 除了罗锋外 其他所有军士 进阶收到讯息 什么 不可能 那新兵能得到超过三十具真神尸体 他怎么可能活着逃出来 一个个军士回复 信不信在你们 消息就是这样 我都追查他很久了 只是他太能藏了 队长懒得多说 他相信 在军队任务的威胁下 其他军士们也会竭力去寻找罗锋的 有这么多军士在找 找到的几率定会大大增加 哼 队长按道 以此新兵银河的实力 鱼罗 库法 根本没有成功可能 他们最多帮我找出新兵银河而已 他内心 根本没将 鱼罗 库法两伙军士放在眼里 鱼罗他们一批易寿士 混在九燕泽一方 这么久 我们共获得超过两万的兵器铠甲 仅仅能保证我们中 有两个能完成军队任务 而且看样子 炫玉山和九燕泽的厮杀 已经开始变弱 估摸住要不了多久就要结束 不管那新兵银河 有没有真神尸体 我们都得追查 鱼罗传音吼道 查 追查新兵银河 一个个异兽军士眼中 都闪烁着疯狂 那是死亡面前的疯狂 库法他们一批军士 则是混在炫玉山一方中 我们共获得超过三万的兵器铠甲 可这远远不够 没了战争 我们想要再凑一万兵器铠甲 都不可能 找 找寻新兵银河 库法虽千和 可在死亡面前 依旧会抓住这最后一根稻草 九燕泽大军中 悟喝收到了队长发来的讯息 超过三十具真神尸体 银河 悟喝大惊 心中紧跟着涌出的是不相信 他不相信 也不愿相信 我这么久凑的军功 离一万还差好大一截 他单独一个得到那么多真神尸体 悟喝不愿相信 可从队长发来的讯息中 他却有感觉 恐怕这事就是真的 否则队长想象力再好 也不会想出这么可笑消息吧 后悔 悟喝心中涌出一阵阵后悔 若是我当初和他在一起 他得到三十具真神尸体 不要多 分我个五具六具 悟喝又急又悔又不甘 这次莽和军接受任务 来九燕泽的所有军事 都在查新兵银河的位置 可任凭他们怎么查 都查不到 旁夫 新兵银河已离开九燕泽 一个个都在找我 金角罗锋在异兽大军中 已经数次看到远处的一些军事身影 甚至都曾看到过两次悟喝 找吧 怎么找 都找不到的 金角罗锋盘踞在沼泽中 半个身体都淹没在水中 因长期的双方厮杀 双方损失都很惨重 到了现在这份上 很自然的 双方都开始控制 已经不太愿意继续疯狂厮杀了 很多异兽 部落战士都已经退守 银河 银河 我是悟喝 金角罗锋咧嘴一笑 终于有军事联络自己了 哦 悟喝 罗锋回道 如何 你凑够军功了吗 没有 一万军功很难凑的 悟喝连回应 银河 我刚刚得到消息 队长 酷法 约罗他们三伙军事 现在正在找你 想要从你这得到真神尸体 而且他们也将我这个新兵 归纳成和你一伙 我也被他们排斥 是吗 罗锋应了句 银河 我们也是同进蟒合军 同是新兵 我现在差不少军功 我不求多 你能不能给我一具真神尸体帮我一把 我绝对会以宝物去换 我愿拿我付赐给我的真神战甲和你换 悟喝焦急期盼 在悟喝看来 他和罗锋都是新兵 且自己又拿真神战甲换 应该不难 换 罗锋也遇到 让我在九燕泽和你换 悟喝立即明白了 此刻这新兵银河是绝对不会泄露踪迹的 自然不会出来跟他交换 回军营 回军营再交换 悟喝连传讯道 你还算聪明 罗锋暗暗想着 这悟喝好歹也搜集那么久的兵器铠甲 且又是北真海主人的孩子 恐怕真有些好货色 到了军营再换 到时候你可得拿出足够分量的宝物 没足够分量 那可不行 一定 一定 悟喝暗松一口气 他就怕银河不再理他 罗锋心中却是想好了 看一万军功能在军备点弄到那些好处 到时候自然在悟喝身上压榨出更多来 对自己仅仅只是一万军功 锦上添花 可对悟喝而言 却是保命的 军队要杀他 他的父亲北真海主人不敢来 悟喝先联系了自己 仅仅过了几天 酷发也联系自己 只是 悟喝很懂作 酷发他们一伙军事本身宝物就不多 经不起罗锋压榨 和罗锋谈崩掉了 别当我是傻子 在军营之外和你们交易 哈哈 那你们就等死吧 罗锋说完后 任凭酷发那边再发来任何讯息 他都不再理会 本来就是施舍 自己施舍一把 对方才有资格活命 敢跟自己谈条件 那就去死吧 这场战争持续了一年 伴随着六大虚空真神 一一现身 很快 炫玉山大军开始退缩 轰 原本被虚空隔离的九燕泽 再次恢复正常 我们走 浩浩荡荡的炫玉山大军 开始破空离去 莽和军的一些伪装成 部落战士的军事 则在退却时 就悄然迅速 躲避到九燕泽的边缘地带 我们还没凑够军功 酷发 鱼罗 队长他们三伙军士都看住高空中迅速离去的炫玉山大军 都很不甘心 大军退去 他们没了浑水摸鱼的机会 接下来就艰难了 躲 队长和酷发他们两伙 肯定凑了不少军功 我们夺来 我们就有活下去的机会 鱼罗带住麾下一批异兽军士 充满着无尽杀意 去夺军功 酷发也低吼道 想要活下去 只有去夺 队长对麾下的那群军士如此说 他们三伙军士都不约而同 选择进行一场厮杀 唯有厮杀 强者生存 便能凑到足够军功 若是三伙分别离开 恐怕三伙内部就会自相残杀 在茫茫九燕泽的边缘地带 一头金角巨兽 和其他三头异兽法则之主 踏着虚空虚说着 这些都是金角巨兽 在战争中结交的好友 片刻后他们便分离开 该回军营了 金角罗锋回头看了一眼 那雾气笼罩的无尽九燕泽 他倒是懒得管卯和军 其他军事厮杀的最终结局是什么 至少 他这次是带着巨额军功回去的 So 在边缘外围 一个瞬移 金角巨兽便已然消失在九燕泽范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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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